先向各位通报一下我们第三场的结果 第三场的结果是我们的正方台湾成功大学获胜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我是李浩 接下来呢我将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正反双方 正方是我们的台湾动物大学 一辩文学院政治学系二年级连结于 各位好 二辩商学院信息管理学系B组二年级郭安生 各位武安 三辩商学院会计学系三年级张乃刚 问候赛场各位 四辩文学院中文学系四年级许勤柱 四辩文学院中文学系四年级许勤柱 各位大家午安 欢迎四辩 好下面向各位介绍的是返方浙江工业大学 请做自我介绍 返方一辩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周浩 返方二辩浙江工业大学芝江学院成功 返方三辩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李光 返方四辩浙江工业大学新极学院王胜 浙江工业大学代表队在此问候各位 好的 欢迎各位 好 我们今天的辩论会 我们正方的辩题是文化的传承比创新更重要 反方的辩题是文化的创新比传承更重要 好 下面首先有请正方一辩做陈词 谢谢主席 在座各位大家好 文化指的是特定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与思想价值 而足以与其他群体相区隔 好比我们常说的中华文化 就是因为有制成一格的思想底蕴与生活方式 因此可以与其他族群相区隔 而被认定为一独一文化 而文化的创新指的则是文化主体 创造新的文化方式与思想价值 文化传承指的则是 承袭既有的文化主体与思想价值 更重要指的则是 我们应对何者更关注 更重视 更强调 好比当我们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我们意思不是说治疗不重要 而是说应该更加地在生病前 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 因此便提的意义就是 对于生活方式与思想价值 承袭与创造 何者更值得关注 重视与强调 而我方认为文化传承之所以更为让我们关注 原因有二 首先是客观条件上时间的局限 由于文化本身同时具有深度与广度 涵盖着面向之广 价值的内涵之深 若没有持之以恒的学习与教育 失去了掌握文化的能力与知识 欠缺实践 固有文化的环境与氛固 总是容易让代代相传变成了代代诗传 以我们身为中华文化为例 地大物博又历史优越 文化思想的底蕴之深 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长期的培养 熏陶与教育 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国学教育 即使已从小扎根 我们的师长们却仍不免感慨 我们已是文化失落的一代 反之文化创新并没有时间的局限性 只要愿意扶持心灵 随时都可以创新 如欧洲文化 虽至罗马帝国灭亡以来 历经了长达一千年的中古黑暗时期 却依然可以诞生璀璨的文艺复兴 其次是主观条件上动机的欠缺 文化的本身虽然对于每个民族 都是相当的珍贵的资产 但是面对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霸权侵略 全世界的文化逐渐单一 许多人为了求学就业 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力气 去学习西方的语言 去了解西方的价值 去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经济的现实迫使 我们将自身的传统文化放下 以文化的核心 语言为例 使用英文较能与世界接轨 也较有经济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好多的小朋友 他们从中文都还没学会的时候呢 就开始努力地学习英文 直到中文确定是学不好了 还在担心英文是否 英文的能力不足 又以文化的制度性表现 法律为例 美国与德国的法律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强势法律 好多国家在制定自身的法律时 只能以美国与德国的法律为准 却忽略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下 体察社会民情走自己的路 因此虽然文化的创新可本于现实的智力 动机而维持 然而文化的传承却有赖于我们持续性的倡导与提倡 方不至失传 谢谢各位 谢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一辩作陈词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开宗名义定以先行 我们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精神财富 包括艺术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同时呢 它也应该包含着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方面 传承呢 是指传授和继承 创新呢 是指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文化的创新呢 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于文化的洋气和对新文化的创造 我们今天在讨论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 何者更重要 应该放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考虑 如今全球经济文化大融合 多种文化相互影响 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无时不刻地发生着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化与时俱进 增强和保持文化的活力 而让它更好地来适应我们的生活 才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遍体的真正意义所在 因此我们认为文化创新比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标准 就在于何者更能增强文化的活力 基于这样的标准 我方认为文化创新比文化传承更重要 原因如下 首先文化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化是人们生活样式的映射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生存的土壤 从古到今 不同时代的文化都融入了新鲜的元素 从对生存的渴望 再到对自由的追求 人们对于生活的思考不停地在改变着 但是我们坚持认为 创新才能让文化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不被时代所遗弃 正如从西周时期的 远古时期的这个 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到简化书写而产生的历书 直到今天汉字的广泛使用 汉字的魅力经久不衰 正是从创新中而来的 第二点 文化的传承 有着它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诚然文化传承 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 更多的是在强调着文化 对于文化本身的保护和延续 如果过于重视地强调这一点 就会导致文化与这个时代发展的主题 相互分离 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所以说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曾经产生过无数璀璨的文化 但是只有不断创新 不断进去的文化 才能适应这个时代 才能不能被时间所泯灭掉 第三点 文化创新丰富了我们生活的选择 生活因为更多的选择而丰富多彩 从绘画到相片再到电影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在传播形式上 以及在内容上的创新 这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 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同样 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成为常态了 这又促使着每一种文化都要去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 来创新来发展自己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古国 历史的传承在中华民族的千年历程当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不得不承认传承在维系民族精神延续民族内涵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活在历史当中 我们要活在当下 活在未来 活在创新的点点 第一题之中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返方一辩 下面进入到质询阶段 首先有请正法二辩 问候长各位 请问返方便有 当您毕业之后有两份工作让你选择 你要做钱多是少工作 还是钱少是多的工作 那可能要取决于我个人的情况 如果我家庭比较 看情况而定嘛 那我再请问 假如你的工作需要花五年的时间才能出师 一项产品要86道的手续才能够完成 而且最后还卖不出去 那你方还做得下去吗 如果我做这件工作的时候很快乐 我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 我想我会见识 没有 选择你就是我们传承的好人才 这项工作就是我国传承千年的毛笔工艺 如果说大家不是像返方便有这样想的话 那这项工艺很可能马上就要失传了 对啊 没有 其实我是创新的好人才 因为我正是接受现在的社会价值观 我才会认为保留一门之前的记忆 实际上是对我们最有社会的感觉 我再请问你下一个问题 我们都即将进入职场 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竞争力 那我请问在培养学习 请问这方便 我在我们学习第二外语的时候 你想学习能跟世界接轨的英语 还是只能在台湾跟泰雅族老人沟通的泰雅族语呢 我可能会学习英语 因为它是通过古英语创新的来的 对没有 那我再请问你 在培养自己能力的时候 你方要选择电脑资讯能力 还是手工智商的传统工业能力 我可能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还是看情况 但是如果大家不是看情况 是选择对自己竞争力有好处的能力的话 那我们直接传承工艺 跟要有谁来传承呢 对没有 我再请问你下一个问题 好的 在我们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大家讲求效率 那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 你是要用线程方便的墨汁 还是要花时间慢慢地磨磨 我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 我可能会更用墨汁 为什么呢 因为墨汁本身就是磨磨 这个创新得来的一个新的产物 它更能方便我们的生活 所以更抑郁我们的生活 你方会用墨汁嘛 我方想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我们磨磨磨的不是墨汁 我们磨的是个人的修养和耐性 但如果大家都忘记 在文化的精神与顶悦的时候 大家如果都不在磨磨的话 那我们该如何自处呢 对没有 没有 我们说了 我没有忘记之前磨磨这一个工序 我们说磨磨和写字 都是修生养性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今天幽默之而不磨磨 不是因为我们不修生养性了 而是我们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 我方想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不应该再强调 那么的效率 以及目的去注装新创文化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文化传承下来背后代表精神和底蕴 谢谢各位 可是我却恰好认为 我们正好应该 要把传承下来的东西 创新到今天的社会中来 让它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和价值观 就比如对方编友说的磨磨 我们今天用磨磨之 就不是创新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之处 好 谢谢二位 下面我们有请反方二变做质询 对方编友 您好 您好 我想请问您传统文化是文化 但是文化是否仅仅只有传统文化 文化当然不是只有传统文化 新村文化也是文化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对方编友 只跟我讲传统文化的得失 是不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 我们要比较传统和创新 感谢对方编友 我承认这一点 那我想请问您 您今天的第一点是否告诉我 如果没有这些传承 我们的很多文化将不复存在 对 我们如果在这个时间 不做传承就来不及了 因为文化失去 一旦失去就回不来 对 对方编友 那您其实是不是在告诉我 有传承能使之流传 没有传承不能使之流传 您到底是在拿有传承和没传承比 还是在拿传承和创新比 对 没有 我在比较是传承 在当下要做传承的重要性 所以说对方编友 今天其实只是告诉我们 一种传承的必要性 而非传承的重要性 那我再想请问对方编友 孔子的门徒之中 有个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叫做颜回 颜回几乎很好的 继承了孔子所有的思想 但是为什么颜回 却没有成为亚慎呢 对 没有 颜回虽然没有成为亚慎 但我们当然仍然注重 是颜回的德性与修养 我们仍然尊敬颜回 不会忘记颜回 对方编友 我们不是说 我们要忘记颜回 我想比较的是 颜回和孟子之间 孟子对孔子的许多理论 进行了开创 而且孟子隔了颜回 甚至是孔子都有好几代 从传承角度而言 孟子显然不如颜回 但是为什么孟子成为了亚慎 而颜回却没有成为呢 当然是看时代背景 因为在过了五百年之后 在孟子那个时代 儒家没有读出人物了 所以孟子才会这么读出 可是在孔子之后的年代 因为孔子光芒太盛 他当下不缺无价的人才 所以颜回光芒才不会 对方没有 您要使用光芒太盛这样的说法 我实在是不能苟同 那我想请问您吧 孟子之后又隔了几百 才出了一个荀子 当年孔子是认为人性本恶 到了荀子这一代 他甚至是认为 人性是本恶的 一善一恶 荀子几乎颠覆了孔子的理论 为什么荀子却成为了 儒家三座里程碑中 重要的一座呢 对没有 一样就是因为当代特性 在那个当代大家讲究的是 人性本恶在战国时代 尔虞我诈 因此荀子这样的学术理论 获得当代广变的回响 但是不代表过去传承 到现在的儒家进行就不再重要 对方朋友您能告诉我 您那个所谓当代传承 我据我所知 孟子和荀子相隔虽然几百年 但是当时的时代其实差不多的 您告诉我说 在孟子的时代 人性是不善不恶 到了荀子人就变成本恶的了吗 应该是在孟子的时代 他们讲究是 如果人性可以变来变去 我们为什么要说人性本是怎样的 人性本来就是变人变去的 本来就不是像你方讲的 人性是固定不变的 那我再请教对方朋友 您认为欧阳修他提倡古文运动 他到底是一个重于创新的人 还是一个重于传承的人呢 应该是传承 好的 谢谢双方 下面我们有请正方三变做质询 您好 各位好 正方朋友您好 正方朋友先简单讯一下 您方的态度 请问您方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您方认为文化传承重不重要 重要 谢谢对方朋友 对方朋友 您能够同意我们双方的立场 当我方鼓锤传承更重要的时候 我们的创新会少一些 而当您方鼓锤 创新更重要的时候 相对的 您方的传承也会少一些 这样子的立场 我有没有说错 不一定吧 所以说 如果说您方的创新 可以这个创新跟传承都有的话 那这样子您方提倡 更重要的目的为何呢 我其实并不是说两者都有 我们承认 在两者只能取齐 或者两者变成比较 这个其实就是双方的立场 双方的选择没错吧 您这是从编辑效应中比较对吗 好 没关系 谢谢对方朋友 我继续往下问 那对方朋友 请问你对于疾病的认知 请问一个无药可救 而且这个会让你十分痛苦的 艾滋病比较可怕 还是你睡个两天就没事 只会让你打打喷嚏的 这个小感冒比较可怕呢 哦 艾滋病比较可怕 谢谢对方朋友的诚恳 所以说对方朋友 当我们发现艾滋病 是这样子的无可救药 这样子的无可回复 得了你的生命就必然失去的时候 在医疗议题上面 我们会认为 治疗艾滋病 预防艾滋病更重要 对不对 谢谢对方朋友 那对方朋友 这个聊完了艾滋病 我们来聊聊这个糖 来聊聊这个中秋节的文化好了 对方朋友 您知不知道福建的 这个宁夏镇的夏浦镇 这样子的人 在他们的这个过去 是怎么过中秋节的 哦 我终于明白 对方朋友的思路 刚才我耳边已经问过 您方的问题 对方朋友 我方的问题很简单 您方知不知道 在那样子 在一个夏浦镇的人 他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 我方的问题是这个吧 有传承显然视频 没传承好 我已经说过了 对方朋友 我方的问题很简单 您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 我方的问题是 他们那些人 是怎么过中秋节的 第三遍了 不太清楚 您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对方朋友 所以对方朋友 他们当时会吃一种 名为糖塔的甜品 可是这样子的甜品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那样子的甜品 已经没有什么要吃的 只剩下一个人会做 那对方朋友 当那个人试试的时候 我们再也无法体验到 糖塔这样子的文化的时候 您方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可惜 所以对方朋友 您还是告诉我 有传承你没传承好 我同意啊 您告诉我说 如果没有这种传承 我们就吃不到 这种甜品的食品了 我承认 你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可惜 可惜那我如何 好 谢谢对方朋友 所以说对方朋友 当我们发现 传承如果你不传了 就来不及了 可是创新 你什么时候 都可以去做创新的时候 我方是不是就得正命题了 传承可以比创新 更为重要呢 那您先给我论证一下 为什么创新 随时随地就行 我们现在战场八个人 您能给我创新一个吗 好 谢谢对方朋友 没有了吧 好 今天对方朋友 没有其实出来入孩子告诉我们 时间到 谢谢 下面有请反方三变做试询 感谢对方朋友 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您有一个新衣的女生 您愿意用更古典浪漫的方式 对她说窈窕淑女金子好球呢 还是愿意用现在更简单 直接的方式说我爱你呢 对方朋友 对不起 我最近被女朋友劈腿 我真的没有心情谈对这个话题 真的 好 那对方朋友 没有心情谈论这个话题是吧 那您可以向我谈论一下 您当时遇到这个女朋友的时候 您当时跟她选择的是哪种表白的方式 是更传统的呢 还是我们更现代化的 更创新的呢 有点不好意思 我是个辩士 所以我在和她谈情说爱的时候 我会用一些类似深论的方式来说服她 这是很理性的方式是吧 对方朋友 我打的是自由 我打的是价值性命题 我是用感性的方式去说服她 这是很感性的方式 那可能 那就是说 您告诉我 那您的感性方式是用我们现在普通话来讲的呢 还是用古文来讲的呢 是用普通话来讲的呢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文化 我们的文字文化 经过发展 创新之后 有了发展成现在的白话文 更易于我们沟通 更易于我们方便 对方朋友 而且您哪天要愿意啊 您完全也可以给您的女朋友 说一句中国最早的古话情诗 后人蜥蜴 那可能她也会很高兴的 那么这不就是创新 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种多样的选择方式 和生活方式吗 对方朋友 诚如您所说 我们有非常大的诱因 会想要去做创新 因为创新让我们生活过得太方便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传承被忘记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传承比创新更重要 对方朋友 那您就告诉我 因为传承被忘记了 所以传承更重要 那您无非在向我论证一个问题 就是有创新比没创新更重要 不是吗 那我想请问您第二个问题 那您尊师重道 您很尊重您的老师是吗 还蛮尊重的 您现在还是在上 几百人的大课的时候 会每个同学进去 给老师扣一个头吗 什么大课 就是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您还会上课的时候 几百个学生 每个学生挨个给老师扣一个头吗 不会 我们会起立立正经理 跟他说老师好 对 那看来您也接受了 我们现在这种创新的文化观念 也就是说 我没有像对方便友这样讲 我们创新了 就把旧的观念摒弃掉了 而是我们将这种孝道 我们将这种忠意 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无非我们的表现形式有所创新 而且也更利于对方便友接受 对方便友您觉得是吗 对方便友 就像你说的 我们是那么样的追求效率 所以不用您帮提醒 我们也会去创新 可是传承 没有人提醒 没有人去做 对方便友 那么创新实际上 也不是需要有人提醒 才会去做的 一个文化为了符合 这一个时代的发展 它必然有一个去 自然而然会去创新实际上 对方便友请我阐述完我的问题 一个文化为了符合自己的发展 它便有一个去无取经的过程 一定是要经历自身与时代相适应 好 谢谢 谢谢对方便友 下面我们有请正方来做小结 各位好 陈如我方三变的时候告诉大家的 像是艾滋病跟小感冒 何者两个难 一个比较难医的时候 或者是它有时效性的时候 何者更重要 他方回答是艾滋病的治疗比较重要 相同的回到题目来看 在我们看到创新与传承的时候 创新可能是随时随地 因为因应着时代的病境 我们可能有些需求 为了效率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主动地去创新 主动地去改变 然而传承不是 传承它待在那里 因为它没有办法 没有人会主动去想要去传承它 因此它就永远待在那里 就如同奉养父母和照顾小孩一样 如果传承是奉养父母 照顾孩子是创新的话 那么奉养父母其实它是有时效性存在的 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在 但是照顾这些儿女呢 其实来日方长 我们是可以等的 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再者我们来看看 除了时效性的问题之外 还为什么传承更重要呢 原因在于动机性的问题 因为创新就如同我方所说的 它有动机性 也就如同他方所说的 它们有动机性 因为它们想要跟着时代并进 它们想要跟着时代走 所以随着时代的潮流 它们会跟着走 就如同我们现在学西方的文化 我们跟着西方的文化走 因为现在这样的西方文化 比较有效率 我们跟着它走的时候 对我们比较有利 可是呢 传承不一样 传承它可能就像我们写毛笔一样 比较慢 而西方文化可能是写原支笔很快 可是想想看 写毛笔这样虽然速度变 速度比较慢 可是它背后不单单只是包含着 器物的意义 它可能背后包含着 像是我们磨磨过程当中 它是一种身心养性的过程 它可能是希望我们 有一些修养 而这样的修养 不是器物这样的文化 可以比拟出来的 因为就如他方所说的 文化过程有分器物 有分制度 有分思想 但是器物方面 原成如他方所说 是这样子很快速的 可是器物的替代掉之后 最后后面的思想 是不是就因此而消失了呢 好比我们说的毛笔 又好比我们说 又好比是武术当中射箭 射箭它不单单只是用来射箭的 它其实背后包含的是 我们想要透过这样子专心等等的 或者是说 像是父母债不远游 其实即使交通便利的现在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正方一变 下面有请反方座小杰 感谢在场的各位 对方便友在之前的论证中 无非像我方 像在座各位一直在论证的一个道理 那么也就是说 他告诉我们有传承 传承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传承很重要 我们承认一个文化 有传承一定是比美文化重要的 可是对方便友和创新的比较在哪里呢 对方便友还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传承实际上是艾滋病 我们不治来不及了 创新是感冒 我们不治还可以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方的艾滋病 难道是对方便友传承来的 我们的感冒 难道是我们创新出来的吗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种种文化 可能我们从古之间流传的那些文化 它现在活力没有那么强盛了 难道是因为这个文化不好了吗 一定不是的 如果不好 为什么当时能够兴起那么一大片的波澜呢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对方便友没有意识到 这个文化到现在受众越来越少 不是我们传承的不够啊 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做 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现在时代的世界观 可能有一点点脱节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各位 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对它做的 是进行一个创新 让它更有活力 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世界观 比如说为什么孔子的两个徒弟 颜回和孟子 他同样都对孔子进行了传承 而有创新的孟子成为了孟子第一 而没有创新的颜回 只能沦为孔子第二呢 我们还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今天在这个比赛 我们是为了弘扬辩论这种文化 那么我们海峡杯经历了十年 但是每年的赛制都会根据现状 根据临场 根据媒体的关注度 有不一样的改变 我们这些创新究竟是为了什么 恰好我们是为了像对方辩友这样 更好的把这个文化发展下去 只有当你认真的去创新它 让这个文化本土化 让它更符合我们现在文化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文化 才是更符合我们要求的一个文化 才是更有生命力的文化 我们认为文化就好像一把 没有开封的屠龙宝刀 那么我们应该做的 是将它放到我们现在社会中 不断地磨砺它 让它散发出光芒 而不像对方便有这样 将它代代血藏到自己家中 我想如果这样的话 再好的屠龙宝刀 可能也只能沦为一把杀猪刀罢了 在此我只想重申一点 创新才是拯救一个文化 生命力最重要的因素 杀猪还是屠龙 对方便有自己选择 好的 谢谢版方三变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由辩论阶段 首先有请正方 网站各位 对方便有你好 对方便有你也认为 文化的传承很重要 可是如果它不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文化又要如何传承 而您方所谓的重要又何在呢 对方便有今天在很多问题上 很多问题上都在一直跟我们强调 文化的传承比文化没有传承会更重要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方在论证文化传承比文化创新控制的标准在哪里呢 对方便有成如你说的 你也承认了有传承比没传承更好 我方也可以承认有创新比没创新更好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来比什么 要来比我们的社会比较容易失去传承 还是比较容易失去创新吗 我方举出了传承很急迫的例子 倒是请对方便有来说说看 现在哪一个创新面临急迫性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比较失去什么 那个就很重要 那我今天比较容易丢钱包 是不是我的钱包比我还重要呢 那我再想请问对方便有一个观点 对方便有你们的比较标准在哪里 我们说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何者能给文化带来更强的生命力 更能让它持续地活下去 我们认为才是最重要的呀 我方已经告诉大家 文化传承说现在不做马上就来不及了 但是文化创新现在不做 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创新 你方倒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急着 在现在去做文化创新呢 对方便有您怎么论证 我们现在不做以后还有机会呢 子欲养而亲不代呀 对方便有子欲养亲不代 就是因为传承如果他即将失去了 所以才会亲不代 可是未来的东西还来日方长啊 对方便有我们想论证的是 传承和创新都是现在不做 以后都没得做了 对方便有您还记得近代中国啊 近代中国历史就是缺乏创新 所以才会落后 优势文化和强势文化 它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创新嘛 那对方便有请问了 大陆也有不代系 台湾也有不代系 但哪种不代系更有优势呢 对方便有您可以告诉大家 当然是台湾不代系了 我们大陆的学生孩子 都看台湾不代系 为什么 就因为它融入创新啊 有深光电的效果 甚至现在还要融入3D 但是大陆不代系 但是现在缺乏传承 所以说这种缺乏传承 到底是缺乏创新带来的呢 还是因为紧简单单的 没有人传呢 对方便有 不代系它讲求的 不是在于玩偶上面的精致 而是你操纵那个技巧上面的熟练 代表着你对不代系的重视 今天对台湾的不代系 它很创新 可是越来越多人用电子的方式 去呈现这个戏剧的时候 它已经失去了这个原本的精神了 而不代系也即将要走向目录了 那对方便有所指责 就好像我们从3000年前 拿下来一块面包 对方便有去告诉我们 因为你没人传承它 你没人愿意吃它呀 对方便有你想过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吃它吗 如果您把它改造成一块蛋糕 或者可口的饭菜 那我觉得我更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这不就是创新能够带来的吗 对方便有 我们不要再谈一些吃吃喝喝的 女方刚才质询告诉我们说 颜辉它只传承不创新 所以它是颜辉 孟子它传承也创新 所以它是亚胜 那我倒是要请教女方 难道文化越创新就越有价值吗 那是不是在网路上打游诗 就比唐诗三百首更有价值了呢 好 对方便有刚刚说到了 文化的传承比文化创新的 更重要的标准在于 哪者更关注 哪者更迫切 那我想问一下 中国的国宝大熊猫 现在濒临灭亡 那是不是说 现在保护大熊猫 都就等于 比保护人类的生存更重要呢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对方便有 您知道陈全 尹书和李固言 这三个人吗 不知道 倒是想要跟对方便有讲说 对 就是因为它比较急迫 所以我们更关注在那边 所以它比较重要 所以说今天对方便有的标准 其实告诉我们 大熊猫的生存 比人类的生存来得更重要 对方便有 您不知道这三个人很正常 他们是唐朝 诗词科夫类的状元 那我想请问您 《春江花月月》的作者张若虚 您总该认识了吧 对方便有 你方可以告诉大家 可是其实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 我方今天在讨论这个命题的时候 要怎么样为这个命题带来意义 才是我们今天这些 我们这八位便是要呈现的 让对方便有告诉一些 大家都已经知道 大家都会去做 用更好的 用更好的 这些天性都自然而然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需要对方便有 来提醒我们创新更重要呢 对方便有现在向我们强调 一个岌岌可危的特性 就是文化要消亡了 某种文化要消亡了 我们同意对方便有这一观点 可是对方便有 出现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文化消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文化本身魅力缺失了吗 不是 只是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发展 所以我们为了要更好地保存下来 而不是强迫了在座各位 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侃 去认可这种文化 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种文化好 那为什么你才会认可这种文化呢 一定是因为它符合时代 它符合创新的要求 所以你现在是正在告诉大家 创新是为了让文化得以传承吗 我们说创新是为了让文化更有生命力 传承和创新都是为了让文化延续 让它发展的一个动力 那对方便有再想请问 到底优势文化和弱势文化 它的区别在哪里 刚刚便哦 你说创新让文化更有生命力 可是当你不传承文化的时候 文化已经死亡了 那你再去创新 也顶多是创新更短暂的东西 要如何让它更有生命力呢 对方便我没说创新不传承啊 您不要给我们扣帽子 对方便你口口声声说 我们也强调传承 但是你的传承不过是在生活当中 你要怎么如何去传承呢 对方便我就是我们刚才四辈所说啊 那么优势文化 历史文化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是不是在创新点 它们同样具有传承 那这是不是更能说明 创新使一个文化更有竞争力 更有发展力 更有优势力 对方便我那么好 那大家都知道了 对方便我可是有的文化 它就是渐渐地跟不上了 这个时代的脚步 渐渐地需要我们去关注它 渐渐没有那么符合 这些个时代的需求 它创新不了了 当这个时候对方便有 请问您方 我们该如何看待 这些即将失传的文化 对方便我哪里有创新不了的事情 有条件要创新 没条件要创造条件创新 对方便我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创新的传承 只是两个方面嘛 你不要把它po理来开 那再想请教对方便我了 台湾的电影三太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方便我 你方倒是告诉大家 一只毛笔要怎么去创新 难道是要把狼毛化成胎毛吗 反过来告诉你一个 最后方便告诉大家 电影三太子 在传承 文化信仰本身代表的概念 对方便我 您现在向我论证 那么创新 传承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传承是创新的基础 是吗 那我想向各位询问一句话 我们小学是上大学的基础 那为什么企业家们都不愿意招小学生 而愿意招大学生呢 对方便你不要误会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更重要是谁更值得我们关注 还有 更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讲了两点是因为 有一个是时效性 另一个是我们动机性上面 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传承 所以我们更应该 更应该在传承上面更关注 对方便我 您刚才明明讲的基础 我们说小学 中学 高中大学 是无法比较哪者更重要 因此说基础是不能比较哪者更重要的标准的 况且我们承认基础更重要好了 对方便我没有听说过 今日之创新为明日之传承 是不是说明两者互为基础呢 对方便我们从来没有说明基础更重要 不要给我防弱扣帽子 我们重新来理解这场比赛 相信双方都是认为传承跟创新都一样重要 可是我们秉持着传承来做创新的时候 我们传承的文化会比较符合那个文化当时的精神 当对方便有一昧地追求创新 只会让文化失真所谓 对方便其实有一点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的创新就一定会摒弃呢 我们的创新可以在很多上面继承当年的观点 那对方便我还是想请教您了 到底怎样才能让文化更有生命力 是简单地重复保存呢 还让它不断地进化呢 对方便我你说创新不会影响到传承 可是对方便我在你方一变的定义 不就告诉我们所谓创新 就是要抛开旧的拥抱新的吗 如果你不抛开旧的你怎么创新呢 那如果你要创新 你又怎么告诉我传承很重要呢 对方便我们指的抛开是形式上的抛开 比如我们变成在形式上的变化 它可能就当旧有的形式去抛开 我没有说弃之不用 我也没有说笔之前有形式 对方便我当电音三太子 只剩下电音没有三太子的时候 您告诉我这样的文化的精神在哪里 对方便我不要这样嘛 老是有一者没有一者 两者同时讨论不久就可以了 对方便我所以我们双方都希望两者并重 可是要保持着怎么样的态度 去做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件事情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提倡告诉大家的观念 对方便我最可怕的就在于 他们认为他们只有抛弃形式 可是没有抛弃精神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 当你觉得方便而使用原自笔的时候 你早一定不会去抹磨磨 你就抹不出你的真修性了 所以哪方的态度 哪方的价值 才是我们今天值得追求的事情 这是我方三变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的 谢谢各位 下面进行总结陈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变 谢谢主席 赞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比赛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只听懂对方朋友 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文化也很多要逝去了 我们要关注他 但是关注他一定就更重要吗 今天我方三变生病了 我要关注他 但一定就比其他更伟大 更崇高的追求要重要吗 那这种东西其实我们说 一个好东西要保存 很正常 每个人都害怕失去好的东西 但对方朋友 你没有考虑到 为什么他需要保存这个问题 还有第二问题就是 他怎样才能保存的问题吗 他为什么会失去活力吗 我们说那毛笔可能会失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书写方式变化了 但是我们要流传这种精神 那怎么办 那毛笔可以作为艺术品吗 艺术品也是文化 那我们看到毛笔字 毛笔传书立书 还是文化 还是中国人的文化呀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 但是生活变了 文化不仅仅简简单单的延续 当时存在的方式 那就叫做传承了呀 其实今天对方便有 我们无非再说 就是对于文化的发展 我们到底用怎样的眼光 看待这个问题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要保护他 但是保护和传承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说保护一个人 保护一个物种 到底是让他活着 还是让他活得更好呢 如果简单就是活着 很简单 如果生命是有限的 那文化肯定是个有极限吧 古埃及文明消失了 巴比伦文明也消失 文化消失了 但是它还在保存着那个样式 但这个样式是活的吗 它还是真正地活在 我们生活样式的文化吗 这一点我相信是更可惜的 但是为什么说 我们今天中国文化值得讨论呢 是因为我们说 在这种不断的传承中 我们有洋气 我们有创新 从形式到内容 都应当有创新嘛 对王必尔说 我们抛开了形式 或者抛开了内容 只是取其一嘛 对王必尔我明白 传承很重要 哪个人哪个人的文化 哪个国家的文化 不是传承下来的 但是归根结底 对王必尔其实只想告诉我们 我们害怕失去嘛 就是失去的这种文化 我们好怕 但是怕又有什么用呢 鲁迅以前也曾经说过 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营弱呢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很扩气 说我们要复古 我们要学古人 又常常更扩气 说我们保持现状就好了 让它延续下来就好了 但是我们真正 有没有真正 何时何地说 我们扩气一点去创新 去开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呢 其实有一个观点很简单 对方没有甚至还剖离的 一个很简单概念 到底文化是指传统文化 还是传统的思考 当下思考 是未来的展望呢 对方没有简简单单的 老是回顾过去 过去是会过去的 总有一天会过去的 但是我们保存它 好可以 但是怎样保存它呢 对方没有认认真真 想一想这些问题 你就明白了嘛 其实我们今天在说 我们的传承很困难 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做 但是为什么 我方三遍在说的时候 有些传承我就愿意做呢 是因为我们观念在更新 当年的中国人可能觉得 我们中国文化太弱了 要学西方文化 抛弃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的创新更多的是 要包含着传承 这个对方被我们从来没有 剖离过嘛 我们说为什么要有 我们有黑色眼睛 是要我们去寻找光明的 不是说我们保存难 我们就强强地说 我们要保存 要保存 要传承 要传承 要让它怎样传承嘛 生命力在哪里 生命力就在动嘛 在活嘛 我们说穷则变 变则通嘛 为什么要变 就是简简单单这个道理嘛 其实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有 其实探讨的时候 忽略一点 就是怎样对未来负责嘛 对方没有一直在跟我们说 怎样对过去负责 但是我们现在 请对方没有 等一下 在探讨下 怎样对未来负责 我们作为现代的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华人 我们到底应该 摒弃怎样的态度 对于我们的未来 我们如果对于我们的未来 面对这种宝贵的财富 我们今天当然只是传承的话 我们不是守夜人 只是守牧人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反方思辨 下面有请正方思辨 做总结陈词 郭王大胆 各位 对方没有说 过去就让它过去 但是如果过去让它过去 我们就真的过去了 对方没有说 创新是为了保存文化 可是文化不是用来保存的 它不是历史 历史是死的 文化是活的 你保存了这个文化 不代表你传承了这个文化 为什么我们认为文化需要传承 因为这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民族性 所以说文化要传承 才能区分出 我们跟美国人之间的差别 而文化要怎么传承 对方便有说 我们没有不传承 我们只是抛弃了那些 现在不符合当下潮流的 一些繁文入节 我们保留它的精神 这就是我方害怕的一点 如果说对方便有 你真的觉得文化只有抛弃的形式 就可以保存精神 这就是你所谓的文化传承的话 那我方必须得提醒你 有很多文化精神的背后 就是要靠这些繁文入节 来呈现它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说文方四宝直笔墨 为什么我们要磨墨 因为磨墨不只是让你可以用 让你可以写 它要磨你的心性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性 如果对方把这个磨墨的动作去掉了 那对方便有 就算你可以用墨枝写毛病 那也没有办法凸显你的文化民族性在哪里 对方便有 我们并没有否认创新很重要 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创新 时代要你创新的时候 它会有征兆 让你知道 如果我现在不创新 我就来不及了 可是如果时代要你传承呢 那大概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当你发现要传承的时候 往往是那个文化已经要面临失传的时候 你才想到要传承 在台湾 代表热情热闹的伴珠文化 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 可是 一个伴珠文化的老师傅 他越来越忧心伴珠文化的失去 因为 他认为 现在人吃就只是单纯的吃 而没有办法领略到 所谓伴珠文化的精神 是要有更讲究的用心 比如说我们在喜盐上面吃到喜气的汤圆 它其实就是要用芋头 番薯 米 树 这种代表四季春夏秋冬的作物来添加在里面 这才是四季皆福的概念 而不只是单纯的吃汤圆而已 比如说在台湾高山原住民的文化 台湾族的文手文化 现在只剩下残缺的图腾 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它当初所代表的精神跟意义 在阿美族风年纪的舞蹈也越来越少人会跳 所以记忆中飘扬的裙摆离我们就越来越远 在大陆 这边一个满朝的一个族群 它曾经建立了非常辉煌的世代 可是今天它却渐渐地失传 传奇已经不在 第七届毛顿文学奖的得主之子健 他的一本书里面就书写了东北少数民族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令我们神往 可是文化专家却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再不保存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就只能在文学作品当中读到 我方为什么认为 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原因 乃至所谓的急迫性 而这个急迫性在于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 我们就将跟这些文化永远擦身而过 对方便有说得很好 时代需要有时代的意义 所以说在全球经济化的面临之下 地球顺着来临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不向下扎根 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区别我们跟对方的不同 我们到底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跟文化呢 我们是不是会迷惘 我们害怕迷惘 所以我们才更要认清楚 我们的文化根本在哪里 我们才要向下扎根 最后卡埃尔说 在书本里躺的是过去的一切灵魂 而我认为在文化传承里 舞动的是至今不死的精神 让我们为我们自身文化感到骄傲 让我们为我们的文化来点掌声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正方四变 同时呢 也再一次感谢我们台上八位变手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辩论 感谢我们的评委带来的认真评判 感谢现场各位观众的积极参与 朋友们 本场比赛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期再见